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2号,今天是晚上时间8点,那今天的在线网课呢,由我来给大家讲 今天讲的课的主要内容呢是三大块,一是总结一下2019年的市场走势和相关产品的表现 第二呢,我会也整理了一些关于我自己做投资的得与失,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交易和不好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对投资的一些思考,然后也会回答一些关于朋友们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2019年的市场情况,我觉得以年的单位来做一个整理和回顾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和思考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市场的一些波动和纷扰 以及当时你的你在市场里面看不到未来演化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怎么去做的决策 以及市场走出来以后,是给了你一个正确的回馈,还是给你了这个错误的惩罚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自己的优势或者是一些不足 整个19年的这个市场的话,我想大家也是在纷纷扰扰的这些招音啊,包括乱局中过来的 今年的话,整个中美的贸易战一直呢,就是影响到了我们很多人的投资和决策 市场的话,也是在各种媒体各种焦虑的情绪中,让我们找不准这种投资的节奏和方向 所以反过来看一看呢,到底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也就更更了明确,我们对于2020年的一些计划 今年还有几件大事情,像华为事件,像英国的脱欧,还有香港的人群民主法案的通过 以及美联储,甚至全球央行的轮番降息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这些新闻和事件都刻画了在我们市场的每一根K线,每一天的走势里面 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再回顾这些行情的时候,其实也能够看到这些起起伏伏,这些情绪和这些影响的变化 那今年的话肯定是,19年的话肯定是全球央行的降息的一年,非常的热闹 全球的主要央行啊,就是你方唱吧,我登场 从2月一直到年底就没有停止过 然后我当时呢,在做一些分析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敢于啊,或者说很惊叹 就是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些新的降息,央行议席的会议出来,然后降息 当时也是真的能感觉到,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好像在应对这样一种不确定性 或者经济衰退的危机的时候所做出的努力 那么降息到底会给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当时,如果在年中的时候去看年末,可能看不清楚 但是呢,到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它确实影响了我们很多的东西 当时的人民币啊,今年的话也是创了十年新低 澳币再创十年新低 欧元也创了十年新低 像在这种货币啊,急剧下跌的情况下 你是否还会相信它啊,就是说上涨呢 或者说你还会觉得能够继续跌下去吗 我想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想法 是不是根据市场的这种低落的情绪 也导致了我们当时呢,有一些比较悲观的判断 那么我们看19年的货币的和这个商品货币 和欧洲货币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确实波动呢,区间是非常大的 但是整体来看,年底的时候呢,却收到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成绩单呢,却又相对狭小 像有的货币呢,在年中的时候可能会贬值到8%到10% 甚至,但是到年底的时候它又涨上来了 像英镑,大家可以看一下 英镑,一年也是像过山车一样的行情 波动应该是上下10%了 得有,像欧元也是今年一直维持一个相对劣势的状态 可是到年底的时候呢,可能也就微跌了一个1% 货币的走势呢,今年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上下震荡这么一个过程 整体的趋势性的并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来回的这种折返跑和过山车确实比较多 这也是这样一种投资产品的特点 它衡量的是经济体和货币之间的相对强弱 所以说,我们在以后去面对货币和外汇这种产品的时候 适当的要把握这种规律 也就是说,它有很强势的这种单边的一去不复反的 这种波动是比较少的 从长时间的周期上来看呢,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 那今年的各大股指的走势呢 是招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战 在全球所有的资产的表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股指都是在上涨 都录得了非常不错的涨幅 有的呢,是在年底以后呢,适当的做了一些回调 像澳洲股指,澳洲股指的话呢 最高的时候涨了20多,现在回调了一点点 这条蓝色的现在也看到了 但是呢,像美国的股指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直上攻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在本年的第四季度 基本上连续多日多星期的一个上涨 所以说美国股市是非常的一个强势啊 那么也让今年很多投资人呢 就是我觉得是喜悠参半吧 一方面呢,抓住了这波趋势的人 不下车,可以就是一直看着利润去成长 去奔跑,然后呢,还有一些媒体呢 也会表现出忧虑 如果这个时候去做空美股的话 实际上那么可能做多错多 我们看欧洲经济体的一个表现的话 可以发现实际上大家都说欧洲的经济不好 欧洲的这个PMI 欧洲的各种降息 是吧 还有这个 相对于来讲的话 它它所受到的一些像这个非法移民的一些影响啊 我觉得 可能大家对它的经济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可是呢,在今年的欧洲股市表现来看的话 也是涨势非常的喜人 主要的发达的国家 像德福、英、法、益 都涨得非常不错 嗯,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东南亚地区的 还有中国的股票 像上振 上振的股指的话 今年也是大幅的反弹 尤其是在第一季度 有这样一个降息 降准 降准 降准的一个刺激 再加上呢 去年年底的一个 急速下跌以后啊 在2500点附近反弹 所以说 上振指数今年的表现呢 非常的不错 算是这十多年来 比较亮眼的一个成绩单了 然后这一次机会 实际上我们也算是把握住了 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经济呢 也不错 台湾的股票呢 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相对来讲 韩国和泰国的话 今年的表现呢 就比较一般了 大家也知道 这个韩国跟日本 有这么一个贸易的冲突 那么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些 投资的时候呢 也要去看一下 大的区间 大的这样的 国际政治关系 OK 我们来看一下 19年的澳洲股指的 一个走势 也回顾一下 今年澳洲股市的 一个情况 今年的1月1号 这个ASC200啊 开盘呢 是在5500点左右 然后一路开始上涨 随着其他国家 比如像刚才我们说到的 中国的上升指数 美国的股指 一路上涨 上涨以后呢 到了6月4号 它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降息 包括7月2号的连续的就是品质降息以后 股市呢 又冲高了 这次的冲高呢 直接的就是相当于是击破了前高的一个位置 啊 所以说会有一个 后来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回调下跌 我们可能看的不太清楚啊 我我把这个这个图打 啊对好 这样就会比较清晰的去看到 开日线的话 那么 在2018年的这个8月份以后啊 去年 2018年的这个8月份以后啊 这个澳洲的股市呢 是继续下跌的一个状态 一方面是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因为大家也知道 去年 2018年8月份的这个贸易战呢 就是当时给全球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大家都当时的情绪都比较低落 都比较呃愿意去呃 这个规避一些风险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在下跌以后呢 他到了这个19年的 18年的年底 到了19年的年初的时候 才开始进行一个反转啊 上涨 有了这三次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在图上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降息的话 都会给股市非常好的 一波上涨的机会 一波上涨的机会 我们当时呢 在6月7月的时候做演讲的时候 基本上就给大家去提示过说 那现在的整个的情况是以降息的方式呢 来这个扩大大家的这么一个消费和支出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一呃 那么这种情况呢 可能会直接导致于第一是资产价格上涨 第二呢 就是大家对于啊 这种像存款呢 像这个呃 存款意愿向低 然后消费意愿增强 以此来呃 拉动经济 推动这种呃 经济的活力 呃 我们可以看到澳洲的股指现在是维持在6400到6800中间这么一个区间在整理 并且我也发现它的底部呢是在一点一点抬高的 所以说如果今年 如果今年啊 澳洲 呃在二月份一席的时候 呃 还会降息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预测吧 或者说我们可以去畅想一下 那么 SK200指数呢 应该还是会继续的创新高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它已经相对落后 这个美国股市了 ok 我们再回来 那今年的话 这个 澳洲股票里面呢 我觉得 到时我们也给出了一些核心资产的推荐 也就是说 在澳洲股市里面占比最高 最有投资价值的一些核心资产 在 呃 印钱或者说在这个释放流动性以后 他们的资产的价格的估值会 呃 很快的被被市场里面的大资金呃 抢购一空 呃 所以说当时我们也做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介绍 比如说澳洲核心资产是哪些领域 哪些 呃 公司 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 呃 回头再跟大家去做 呃 仔细的交流 呃 这也是我自己去去考虑这种市场的差异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股票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呃 金融资产 那么因为会有很大的这种涨跌起伏嘛对吧呃 因为在中国做股票的话可能大家的这种呃叫什么认知或者说这种经验告诉你 那股票呢它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投资标的 但是从过往的历史来看的话 那我们不说美国我们现在澳洲那么就从澳洲的历史来看的话澳洲的股票呢也是从09年到19年一直走牛的 那中间肯定会有一些起起伏伏 但是每次呢 像09年的这个三月份11年15年18年第一 每一次进行到了一个相对低的点位的时候呢就会反弹 然后再长往新高 所以澳洲股市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 也是能够真正去衡量经济的一个呃指标 很多时候客户也会问也算对我们一种叫呃灵魂拷问说你你觉得还能找 如果从长线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它是应该还是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呃 一个趋势 那么啊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呢如果能抓住一些比较好的回调点位啊 持续的去呃做一些呃叫布局的话觉得呃在这样一个有效市场和经济 指标的情况下那么是我们呃做投资的很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今年的话呢我想先从美元指数讲起吧 然后我们再去回顾一下到其他的呃其他的大众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市场表现上去因为毕竟美元是这个市场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美元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这个图呢实际上就是美元和黄金的走势的一个呃 一个相关图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呢和这个黄金的价格呢 它是呈反向关系的也就是美元涨那么黄金呢相对就会跌 可是今年的话大家都知道呃美元是一个 相对稳定的一个波动区间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在这个蓝这个紫色的这个区间带里面 把他今年的一个走势给说给他呃加强了 我把这个 给大家看到这是月一号 啊所以可以看到美元并不是走出来一个很强烈的叫什么 趋势性 到了6月份呢就直接走到了前高突破了前高走到了这个 我记得应该是1400多块钱啊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来看到7月份的时候美元指数开始什么向上是吧 可是黄金接着往上走 它出现了一个反向关系呢 甚至是 就是脱离了美元 对它的影响 那么 所以我们现在跟客户去聊的时候不能完全 用这个 美元来衡量黄金的价格走势 这也是我们要引以注意的一个 一个一个变化 那么 那 大家可以看到像在现在的话 美元又回到了一个关键的点位 也就是96附近 也就是96附近 那美元会不会下跌呢 是吧 到了2020年的话 那黄金会不会上涨呢 其实 一定存在这样的一种一种关系 我觉得 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实际上 我认为 在降息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质疑图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我特意标出来了 其实 这样的降息的质疑图 才是 这个时间节点上 才是推高美元的一个 推高黄金的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影响因素 那么我们在做 在看黄金的这样一个走势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 更多的要去关注它降息的一个情况 OK 那 今年的话呢 鲍威尔降息呢 也是一方面是因为川普跟他互怼嘛 这个 川普经常的这个这个在在推特上面怒吼 说啊 这个我们呃 这个美国被暂停了 那其他的经济体呢 一直在降息 啊 一直呢 也是呃 这个降低自己的这样一个 呃 汇率 这样的话对美元呢 就相对就相对弱势嘛 然后他出口的呃 产品呢 就相对强 就相对有竞争力 所以说呢 美联储呢 从7月份呢 呃 在受不了这个压力以后 我觉得啊 他降息里面 他说的是叫防御性降息 啊 可是到了9月份 10月份又连续了两次降息 呃 这两次降息的背后是美国GDP 增速的一个放缓 所做的一个呃 对策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美国呢 呃 一方面 呃 内部的话 实际上 呃 经济确实看得好像比较好就业不错 可是他因为要跟 呃 中国产生一些正面冲突嘛 那么 为了应对这个呃 局势和 呃 政治上面的一些一些变相 所以说他经济要做出一些相应的配合 在我们看来就是说美元今年的降息的话 其实呢 也能够呃能够从这个里面的去找到一些我们个人的一些投资机会 啊 刚才呢我们也讲了啊黄金的一个走势啊 那现在呢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今年三大股指的一个收盘情况 啊 啊 这个图呢实际上就是 呃 十年 这十年以来美国股市的一个走势图 啊 今年的稻子的年涨幅是22.3% 啊 标普500的年涨幅呢是29% 蜡指呢是35% 创了6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这也让川普 这个非常的开心啊 就是在他上任以来呢 美国的经济数据 啊 一路向好 那么 给了 呃 这个市场和这个 呃 企业家和投资人都很好的一个一个 呃 回报 那么 对我们 呃 个人来讲的话呢 其实 我们要把握的就是 如果 有这么好的一些呃 产品和账长的机会的时候 你不参与 实际上就是 呃 我觉得就是很大的一个 叫什么 叫做拉开 个人财富差距的 一个一个 呃 实际路口 因为从现在从美国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 呃 美国从07年金融危机以后 那么 07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啊 那么到了09年 股市就开始 这个 啊 筑底反弹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10年来 如果说拥有 啊 股票投资 和相应的一些一些产品的 啊 那么 这样的家庭的财富增长呢 是能够战胜其他的一些家庭 那么 呃 跟中国恰恰相反的是中国是如果是买房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战胜其他的一些 呃 投资的 标的和 投资人 但是在美国的话 如果你不 呃 买股票 你不去参与这个市场 那么你的家庭财富呢 会 很大的受到影响 啊 那 这个 也是有机构去专门总结过 这么一个区别 所以说在做 呃 全球的市场的投资和配置的时候 我们也要了解 每一个市场的一个特殊情况 这是19年的各类的资产的表现的一个排序 啊 这个是从 新浪财经 呃 摘取下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啊 股票类的 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外汇类产品和商品类产品 啊 从左到右是一个从强到弱的表现 那今年最弱的股票表现是香港 我相信大家也明白 啊 这个是为什么 啊 因为他的 一个一个不稳定嘛 然后 他也涨了7.49% 那像美国的蜡指的话呢 他主要是科技 对吧 和互联网 这样的公司 他涨的是最好的 涨38.17% 那今年的整个的固收来讲的话呢 不算 跟网联相比并不算特别高 尤其是像新兴市场 反而像美国的固收内的 呃 收益债的 这个回报率呢 还可观一些 呃 再看一下外汇 外汇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最差的是 呃 如果按欧元的 呃 最差的是欧元的话 也才跌了3.24% 呃 最好的家园也才涨了4.37% 那么今年 外汇整体的一个上下的 波动是比较大 但是呢 这个 最终的这么一个结果却 呃 就说还是 呃 没有太大的一个趋势出来 今年的商品之王呢 其实不是黄金 也不是原油 是贵金属 疤啊 疤这种这个这个今年的涨势啊 是 抛开了好像是抛开了其他所有的一些市场的一些影响 就是 呃 美元跌他也涨 美元涨他也涨 黄金跌他也涨 黄金涨他还涨 呃 今年的明星产品就是疤 啊 所以 大家也可以 从这里面看到一些有意趣的事现象吧 呃 呃 在这样的一个分析团队里面 呃 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得到的一些呃 就是价值认同方面的东西吧 因为大家都是敢于去在市场里面去找到一些机会 然后去呃表态 然后去让市场的验证判断 然后敢于把自己的一些做的好的和不好的都分享给大家去看 那我们确实是一个流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 啊 所以说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一面 这也才是投资啊 最值得去 嗯 这样吧 分享和和和和研究的一些东西吧 因为人毕竟是 呃 把自己包装的太好 然后总觉得好像自己看到的预测的就特别对的那些 其实只是 是用看镜子的照镜子的方式啊 来面对这个市场 实际上我们在呃当时当课的时候 你不知道降降不降息 你不知道未来这个合同能不能签 你不知道啊 这些呃 事态的结果是从好的方向发展还是从坏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其实你能做的预测呢 只能够说是你的一些的逻辑和判断 然后在你的交易的呃计划里面 你做好啊相应的防守 和和你对于未来预期的呃这么一个看法 啊 而不是说啊 我就一定会会就是 能够每一次都预测对 那今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股票呢 就是特斯拉啊 因为到年底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去看了一下 这只公司的一个股票的情况 呃 我给大家也聊一聊 这个 我看看特斯拉 OK 特斯拉这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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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这个 这个股票啊在今年的 呃 在这个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呢 是300多块钱 当时呢 市场就开始这个 呃 感觉啊 就是特斯拉可能遇到了一些经营商的困难 因为他不赢利 然后呢 股票呢上涨的话 投资人又不愿意再 呃 注资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特斯拉的股票呢 开始迅速的下跌 呃 在19年的年初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翻一下 呃 这个自媒体啊 包括各个大 这种视频网站的一些内容 当时也是把特斯拉 就是 贬得 很低嘛 比如说 特斯拉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它是在烧钱 然后 还遇到了很多这种 这个 经营性的问题 然后呢 呃 电动车就一定是 呃 最好的吗 特斯拉就一定能够呃 成长起来吗 那当时给了很多负面的声音 那么 有了媒体的和这些情绪化的东西带节奏呢 你看 特斯拉就 一路下跌嘛 到了 五月份 六月份的时候啊 他就跌到了 178块钱美股 啊 如果按照连高位来讲的话呢 他这个下跌幅度啊 基本上 跌去了一半了 嗯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相对来讲呢 是一个 比较 已经是比较低的一个价格区间了 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话我觉得 呃 当时有一些呃 比较敏锐投资人在 从交易的角度上去看的话 他可能有参与 那么 可能就抓住了一些机会了啊 当然我是说啊 那些 对这个产品有关注的人 那么 呃 后来呢 特斯拉呢 在第四季 第三 这个第三季度报里面呢 突然爆出来就是说他的业绩呢 开始向好啊 然后甚至有了盈利 特斯拉股票就开始上涨 我们再回去看这个股票的时候 我觉得 如果你要看好一家公司 你看得懂这个生意 并且你了解他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 具体的情况 那么可能在市场带节奏 在大家恐慌的时候啊 你就能够去抓住这样的机会 你就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些好的买点 那么 如果你在 那个时候还能对特斯拉保持信任 保持一个长线的看好啊 半年嘛 对不对 半年的话是从一百八十块钱嘛 我们就算涨到了像现在的四百三十块钱 那这个涨幅的话 相信 也是非常非常出色了 对于一个这么大的体量公司来讲 所以我觉得做投资来讲的好不能完全去听一些噪音啊 这个是我自己 为大家分享的一种 就是说你得搞清楚 你投的这个标的 它的一个定性的问题 它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不好 你就 你就去不要参与它嘛 对吧 或者是你甚至可以去想办法去做空它 那么 那么 如果它是一个 让你特别欣赏 甚至 你 非常理解 了解的 这么一个公司的话 其实市场出现这些 噪音啊 砸乱的声音的时候 对它的怀疑的时候 其实也是你在这个 获得超过收益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总结的关于 这个特斯拉的 19年的一个 一个增长的情况吧 我就不再 练一遍了 这个 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这 这些文字 所以我们 说这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能够 去思考一下 自己在做投资里面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此呢 来 调整自己的一些 投资的 手法 和策略 OK 那我们说到 今年最得意的交易有哪些 嗯 今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 产品类别的一些推荐 比如像 黄金啊 股票啊 股指啊 大众商品啊 都有过 嗯 比较好的一些 一些推荐 并且也收获 不错 那做的好的的话 我觉得 首先是黄金了 我觉得今年黄金的走势很强势 那么 在黄金突破了1350块钱 这个区间以后啊 那么 我们都 从技术的角度上 就是说 可以看多它吧 啊 然后 如果说 当时有参与我们 对黄金的判断的一些 投资人的话 我觉得 还是做的不错的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呢 我今年做黄金 赚钱 赚的比较多的 反而不是做多的 是做空的 当时在 呃 这样的几波上涨以后啊 到了1550这个位置以后 我尝试的去做了一次一次空 然后这个空单呢 在我的这个操作的一些手法里面啊 我就 能够抓住了好几波 每次它回调到一定的高度上 我再做空啊 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看对 还不一定能够做对 对吧 但是呢 有时候你去在市场里面找到一些 特别的机会 或者说你的你的思考问题的路径呢 可能不是 呃 跟市场的那些主流生一样 那么 你可以通过你的一些呃 交易计划 也能够赚到钱 所以说如果 你在 在 今年的这样一个八月份以后 你做空黄金的话 啊 不是今年啊 是19年 19年 如果你去做空黄金的话 实际上比你做多黄金的 领面要大 但是如果在 呃 去年的这样的一个五月份以后 你能够抓住这一波的话呢 那也很不错 但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是 很多投资人 因为他是 在做黄金的时候呢 他可能 很难以去承受这样的一个波动 啊 这个盈利的波动 呃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赚到这一波 他有可能会赚到这一波 但是他很难 能够把这三次的上涨啊 都拿到手里 啊 所以我觉得呃 有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些机会 但是在投资的这样的一种操作上面 去拿住啊 能赚到这个钱 他是另外一个方面 这我经常跟大家去交流的时候 讲叫知行合一啊 其实很难做到 但是呢 回过头来再看一眼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独特的思考 那今年的我觉得第二呢 就是原油的这么一个多单了 那原油的表现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里面呢 也有一个整理 从今年从19年的1月1号 一直到年底的最后一天 原油的整个走势呢 它是一个周年 是吧震荡 然后 整个维持的主要的波动区间呢 可以看到就是在51到61这么一个区间内 原油呢 跟美元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感觉是不是比较相近 就是美元没有走出来一个特别单边的行情 那么原油也没有走出来一个特别单边的行情 不会像在13年呢 15年那个时候 那我们整体的给动的策略是什么 给动的策略就是原油做多不做苦 一方面是因为原油呢做多会有利息 第二呢就是 每到低点的时候 我们认为原油会受到一定的支撑 所以说 有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判断 以后 再做一些定量的 这样一个至今的和进场的一个配合 那今年比较幸运的一次交易呢 实际上也就是在53附近的时候 这个地方 我们当时是做了一波 这样的叫什么 叫什么 这个这个 埋伏火车叫做做进场 可是呢 没没想到第二天呢 这个中东的这个沙特的原油的那个 原油厂就被炸了 所以说开盘以后呢 一个暴涨10美金就被我们 还有我们客户都抓住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幸运的 但是 整个思路来讲 我觉得是 其实就是说 在你有判断的情况下呢 你又 能够做到 这么一个执行 可能有时候就会给你一些一些惊喜 这个是 这个是我觉得 挺好的一个一个 挺好玩的一个交易吧 也算是 一个一个 很幸运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的 股指了 中国China A50股指了 我们看一下 中国的 中国的股票呢 你要说上证指数的话 它可能是千年不变 但是中国China A50呢 却上市还是不错的 在18年的话 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和贸易战的影响下呢 它是一路震荡下行的 可是到了19年1月份 当时中国央行呢 推出了一个很强的降转 说白就是印钱嘛 增加了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流动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作为中国核心资产 这个央企党企 是吧 银行 这些公司的股票 就开始一路的猛攻上行 这一波的话 我本人也是 这个参与了 并且呢 我是在18年年底的时候 做了埋伏 就是在这个区域做了埋伏 然后在大的周期上来看 大的周期上来看的话 实际上它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参与 参与的一个机会的 或者说赢亏比较好 在这个市场体量这么大的情况下 如果说这个股指继续的 下跌的空间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向上的空间呢 比较有想象力 所以说可以去参与 当时做完以后呢 我买了股票和股指 然后也是抓住了一波 但是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第一季度的一些数据出来 大家就又又又开始有一些上了 就开始有一些新回忆了 所以说整个市场呢 在经历了第一季度的一波上涨以后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做震荡整理了 但是在这样的震荡整理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参与 就是在相对低位的时候 也就是12500到13000 我们去做一些判断 然后呢 有一定的盈利比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先获利 是吧 所以在今年这样的一个区间的 一个区间操作 我觉得是一个 让我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K线 这个K线呢 是昨天1月2号 然后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降证 释放了8000个亿 那么 会不会接着往上冲呢 对吧 能不能够再涨呢 很多客户经常会有这种灵魂三问 所以说 对我来看 对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告诉你它能涨 也不一定错 但是如果不加上一个时间 或者说比较合适的交易的这么一个价格的话 那么 可能你能看对 但是你不一定能做对 因为它的回调 可能会让你的账户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么 如果说啊 A50有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入场点的机会的话呢 我也会提示大家 好我们再回来 今天还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交易呢 也是发生在这个 澳谷吧 TWE 这家 它是一家做红酒的公司嘛 在很多的场合都提过 它有 六七十个品牌 有自己的酒庄 业务遍及全球 有四大大洲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和酒庄 并且呢 海外的业务的构成呢 也比较健康 那今年的TWE呢 在经历了下跌以后啊 它实际上它的反弹来的要晚一点点 那要晚一点点 它是到了五六月份以后啊 才开始真正的往上走 所以说我们当时呢 做推荐的时候 也是看到了一个底部在不断抬高 然后想又向上突破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一埋伏啊 是吧 开始这个做了一些推荐 做一些底单 然后涨上去 是吧 然后接着涨 接着追 然后到了高点 出货 然后甚至做空 这个 TWE的这个操作的话 很多的客户都是有看到过 因为我们对 我们自己的一些操作 是公开的 会让大家去参考一下 我们是怎么参与和想的 那么 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些交易的记录 其实也就是我们对市场的 和标的的一些深入的理解 比如像在这个今年 TWE的CEO退休 当天呢 对股票暴跌 然后呢 我们很大胆的跟这个跟进买入 然后客户也是会问为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消息面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买入呢 我说其实这样好的资产 你不下跌的时候买 然后等到它涨到十九二十了以后再买入 果然在买入以后呢 没几天就又冲上去了 那现在又回调下来呢 是为什么呢 因为股票它也有周期性嘛 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的股票呢 可能都会有一些下跌 可是呢 一到了这个来年以后呢 它又开始上涨 所以说做股票有时候一方面呢 我们要敢于去持有 就比如说你在这拿着 是吧 就算不看这个波动 你到这它也是赚 如果说你能配合一些交易的手法在里面的话 那你可能赚的比别人要多很多 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个交易 那这也加强了我对于市场或者说这个产品的一些理解和了解以后再去做投资的一个表现吧 那么像今天还有像澳牛这个货币队也不错啊 澳牛货币队呢 是Jacky老师一直去强调的一个一个策略 就是逢低就买入是吧 逢高就就就卖出 咱也不做空 就是一顿这个这个波动波段性的一个一个逢低买入策略 那今年我们也在这个产品上收获了一些利润 其他的客户也是这样 那我今年最遗憾的一些交易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可以总结下来自己的一些心得 就是说要不就是有时候你太贪婪了 要不你就是太胆怯了 要不就是因为你的犹豫和怀疑 让你没有参与 或者说没有坚定 那今年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其实也逃不开人性的这些东西 包括我自己来讲的话 刚才我们还说了原油因为跟这美元指数走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 都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原油的价格呢 实际上是你愿做都不愿做空的 是吧 但是当时我做了这支股票叫叫这个无利塞的这支股票 PPWPL 当时也是因为感觉到他要上工了上涨因为原油涨比较快嘛那些然后我就买入 买入以后呢 他就开始回调了 回调我当时呢设置的止损呢是在30块 30块8还是30块6 他正好就打了30块5 然后就 止损掉 然后就上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原油上涨呢这家公司呢他作为澳洲最好的一个油气公司石油公司 他也肯定是上涨了这么一个态势啊 但是这笔怎么说这笔交易做的很失败的 或者损失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 或者贪婪或者说没有计划 当时就感觉好像要抓一抓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但是没有耐心的去等待 第二呢自己在整个回撤的过程中心态受到影响 那么这是我觉得比较失败的一个经历吧 那么啊 如果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也是这样 有时候呢 一方面呢要改于去试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 不能够太犹豫和词疑 虽然损掉了啊 但是如果真跌下来的话 可能我就不会有更大的损失 那么 有时候一个迟疑可能会这个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一个资金的回撤 第二就是英镑的一个行情 英镑其实今年是不删车嘛 对吧 年初的跌年底的涨 那么 英镑当时呢 我们在这个8月份以后啊 实际上就想着来说就推荐有机会了 一方面是特律上梅他下台了嘛 然后呃这边的强人Borison要强势投 那么 当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交易机会叫啊 邦瑞 当年的邦瑞的这个拖啊 瑞朗和欧元投包括英国的那个15年拖 16年拖都没有机都没有把这个这个英镑对 这个瑞朗要击击击穿1.661.16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在10月 在10月31号英国扬言要硬拖欧以后啊 那么 这个 我怎么感觉看这个不是太好啊 我才是把这个表格调出来 啊这个就很清晰了啊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不太愿意要用这个 PPT有时候网课呢 我又害怕我自己说的这些东西会影响到大家 这个比如说在1.16我们看那个月线图 它是实际上是没有再跌破过这个这个地方的 那么当时我们推荐是 他在这个地方收了一个很强的这个针线以后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机会可能就要出现了 然后做了一些推荐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他整个的趋势非常漂亮走的 一直是向上一直向上对吧 然后通过英国大选这个逆好的刺激呢 出货了 1.33然后开始回调 好像跌现在到了1.2127 那这个位置相对来下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是一个比较好的1.18嘛 那么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当年就是当时的时候 10月31号说印投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机会 我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介入 这个地方5F嘛 对5F在这个地方开始介入 介入以后呢 我们可以一直的去拿有持有这个利润 为什么我说它是我今年做的不太好的一个交易呢 这个就是因为我在交易的一个心态上面 我觉得太太过着急了 其实这个产品呢 它是一个可以做长线的 因为它是一个正常性 你拿着每天还会收利息 但是呢 你感觉好像赚了一些钱以后就仰仰得意就走了 再进场就抓不住了 就抓不住机会 后来又抓过了几次 但是可能就市场一波动可能就又是一样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底端拿的比较稳的话 这一步不得了 从1.18吧 到1.33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招负 OK 我们再回来 所以在投资这方面呢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去多学习 多听其他一些有想法 有经验的人的一些讲授 第二呢 我们要做到自行合一 也就是说 你看对 你要做对 我刚刚是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张 第一张WPL的这个 我损掉了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 我的思考是我不能太着急 不能太着急的去往市场里面冲 还是要做好计划 第二呢就是在市场里出现这样波动的时候呢 止损很关键 但是止损的点位也很关键 为什么就差两毛钱被人损掉了 对不对 可能在做这个价格 在做股票 尤其做股票的时候 可能这个几毛钱的止损呢 还需要去提高 那么第二就是关于一些比较趋势性的行情的把握的时候呢 我觉得要能抓得住 也就是说 你这样你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和你的利润 去奔跑 一旦这个节奏被打乱了 你就很难再回来 或者说你可能会损失掉的 不是说你的这样的一个钱 而是说你对这个产品的一个整体的节奏的把握 那么2019年呢 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收获的一年也是非常有挑战的一年 我们是一个敢于表态敢于说真话的一个团队 有时候像我和焦丁老师把很多我们的一些交易的策略和就是点位都会公开给我们的一些VIP客户看 实际上呢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真真实实做过的 我相信如果在视频这个听到我这个视频的朋友应该也了解到我是怎么在做这些根据我的策略和交易的 在19年我们一共做了35场的线下投资策略讲座 做了63场的线上金融网课讲座 并且为了帮助大家在澳洲股票今年的一个涂涨行情里面 我们尤其是研究出了它的整个核心价值板块的股票 也写了50多篇的这样的报告 很多股票我们还给出了有推荐的价格 就是说我们在某个价格里面我们觉得它是有这个投资价值的 然后呢它实际上的一个未来的可期待的价格在哪里 并且在为了提高客户的投资能力 我们还做了六个轮次的这样一个投资培训班 这六个轮次的培训班呢并不是终点 那在2020年呢我们还会做可能10到12次这样的培训班 真具能够保证呢每一个月有这样的一个培训班能够帮到大家 2020年的话 今年呢也是会有很多的大事件了 很多热闹的事情 大家可以再回顾19年 再想想当时是怎么思考的 然后当时的投资策略是怎么制定的 然后也可以来看看今年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今年呢英国要扬言into欧了 这个事情应该要决断了对吧 那今年呢会有东京的奥运会会举办 那它会不会利好日本的股市呢 那今年的新西南要选举了 那扭币的波动是不是会增加呢 那么中国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关于经济施数保释中午的这样一个判断 但是后来这个文章呢被删掉了一些 包括后来有有所有的这些什么跨离演讲也好 或者说经济的一些大咖出来讲也好 都是往积极的方面去讲 那么那么中国接下来经济到底能不能交出好的成绩单呢 我们不能听这个我们也不能看数据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感受去股市去房市里面去感受 去企业的这些这些进出口的这些订单里面去感受 那么中美贸易战的阶段性的协议呢 第一协议好像要签了啊1月15号 那么第二阶段呢会怎么去做 然后会不会又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呢一个影响 包括今年2020年的11月份美国的总统选举 那川普如果说能够连任是吧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我觉得的话可能如果川普连任的话 美国股票估计还得找 因为它是非常好像是非常在乎这个 这个股市对于 新兴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一个支持的 那么 所以今年应该也是很热闹一年 今年我们也会给出很多我们的一些思考和判断 和具体到如何去参与的一些策略 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期待的一个 然后这个是关于中美美国大选的一个时间的时间表 还是可以看一下预选的是二月到六月 然后总统大选11月3日 所以可以把握一些这个时间的节奏 这个时间节奏肯定它会很大的影响 这个市场的一些金融市场的波动和走势 至于下面的这些我们就听听不聊了 那么现在呢我可以回答客户的一些问题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问题想提问我 包括跟我交流的话 那么可以扫这个小住所的二维码 然后呢向我提问 我也会尽快的跟大家回复和联系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2020年我们继续服务 谢谢大家